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的記獸,刷分啦! 今天DSOD的城市內在下午1點的時候出現了 相信大家今天應該是很厭世的上班吧 我利用一些空檔的時間做了一個刷分影片 主要是... 它主要的卡跟按遊戲掉的卡差不多 只是...新卡部分就多了一張減肥骰子 那這張應該是可以做堆目 然後...還沒在想到它的用法 那這個DSOD的城之內呢 我們的刷分牌組跟刷愛遊戲的一模一樣 因為我目前為止測試下來 這一副是最穩最快的 如果你有用我的牌去刷 上一副刷暗遊戲的那個亞馬遜女王去刷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一樣的操作方式 那可能有些人反應沒有亞馬遜女王 那沒有亞馬遜女王這副就刷不起來 因為它就是關鍵卡 那如果你沒有亞馬遜女王 你沒有那個...熊風之類的其他牌 你可以換其他替代的 等一下可以給各位參考用來一些替代 那因為亞馬遜女王本來就是 恐雀5等級45的獎勵 對,所以這是平常就應該 可能就是應該就要準備好了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要再想其他方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的牌組組成 那它的牌組組成非常的簡單 沒有什麼很激掰的卡 所以... 呃... 主要的打點是戰士族跟龍族 那龍族的話是2400的真紅眼黑龍 還有真紅眼幼龍 可以當作裝備卡 對,那會加工跟減工的是天子的骰子 跟惡魔的骰子 對,所以...對方如果用天使骰子 惡魔的骰子同時起用的話 基本上它的攻擊力可以跌得蠻高的 就是...它降... 假設要降你最多600 升你最多600 兩顆就差1200 所以我還是... 我並不是那個... 無腦亂想喔 我還是覺得 不會被戰鬥破壞的牌 最適合這一副牌 因為它沒有效果破壞的 再加上它有這一張 幻想的模仿師 那這幻想模仿師 它是可以複製你的攻擊力 所以我一開始有嘗試利用 用原門神來做刷分 但是用門神來做刷分 這個...很尷尬的點就是 對方它可以複製你的攻擊力 那它跟你自爆之後 再撞你就可以了 對 那...我也有嘗試利用其他的 像絕斷來試試看 但是好像都沒有那麼的穩 對 所以我最後中還是選擇 用原來的這一副做調整 那我原本想說要不要放風魔之石 但是我測試了大概四五場 它都沒有開這個惡魔骰子 因為惡魔骰子會降攻嘛 那我的判斷可能是 它攻擊力都已經可以秒殺了 所以就算開了它也沒辦法減低什麼 所以... 所以它就沒有開了 所以這副牌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我們的刷分吧 那我們的刷分牌長這樣 那... 重點就是利用抽牌桿之相級怪獸 適時的扣血後 抽出亞馬遜女王 那... 一切就結束了 因為對方完全沒辦法把你做什麼 它沒辦法戰破你 也沒辦法笑破你 也沒辦法讓你送幕 所以... 重點就是 只要讓亞馬遜女王上場就OK了 那如果你有更厲害的方式 可以讓亞馬遜女王上場 那...大家可以就直接讓它跳到上場就可以了 那我這副牌的好處是 可以利用蜻蜓、薰蜂棚跟薰蜂維達互相做檢索 搭配 對... 那是一個... 綠牌非常快的一個系統 那有人可能就會反映沒有薰蜂或者是蜻蜓 那我還在給各位一個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 呃... 你可以用這個... 魔法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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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鳥... 炎鳥被戰破的時候 以攻擊表示特殊召喚一隻1500以下的魔法史組 然後你就用炎鳥可以拉這一張 這樣... 用炎鳥... 這個...拉彼得 那彼得又可以自己拉自己 而且彼得可以拉手牌的彼得 對...然後你再放一些... 譬如說像... 可以...像... 軍隊龍啊... 這種... 就可以不斷的在拉的 反正就是可以用來擋的 對... 對... OK... 那... 那我們... 就來看我們的刷翻影片吧 好...非常的快 我...真... 其實這一副我真的是想... 我... 我就說... 我昨天在想... 兩天前在想按遊戲的時候 就已經... 就已經經過緊密思考了 對... 對... 除非真的是我... 漏掉了 做的時候我測試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發現 不然我通常我不會讓... 呃... 我不會讓一些... 很容易... 這個... 這個... 刷分狀況... 發生 例如... 可能對方... 收尾... 要用瘋魔這一種 對... 好... 那我們先招我們的... 亞馬遜女王 那這邊有一個小點就是 他... 那種傳說黑子拉幼龍 然後再用幼龍來自撞我們來特招 結果自撞 那自撞就很麻煩 因為自撞的話 對方受到戰鬥傷害 那... 我們的分數就會被壓低 對... 所以也有人建議晚熊哥說 可以帶... 同步怪獸 增加分數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你的... 因為你的... 這個... 熊風棚不一定會留到最後 所以我就沒有帶同步怪了 因為你可能在綠的過程中 熊風棚就已經綠掉了 好...那這樣躺著 接著就等他打就可以了 對... 反正我的刷分牌 原則很簡單 就是平民簡單為主 對... 啊... 尤貝爾刷分也可以啦 對... 上一次應該主打是尤貝爾刷分 後來再刷 就給他打... 他怎麼打我就怎麼綠 非常簡單 OK嗎? 剩下就等收尾囉 等一下要去... 大家... 我要去這個... 全聯買水餃 對... 要做一個煎餃料理 煎餃煎到最後的時候 再把蛋汁給他淋上去 做一個煎餃蛋的一個概念 那大家最近要那個... 注意疫情 可能還是... 出門要戴個口罩 請洗手哈 雖然口罩都買不太到了 好... 準備收尾 非常快就可以把它結束掉 那有人可能問我說 為什麼不用抑制唇管部 因為抑制唇管部 你把女王綠掉不就慘了嗎 懂了齁? 馬上講到重點 因為我就有使用於日存管不過 好來 通道 聯合 再一張聯合 那這一副... 這一場只有七千多 因為我們不小心讓他受到戰鬥傷害了 但是... 我們用手背的話 基本上也是很危險 他可能也會直接撞過來 所以這一點 可能大家想辦法再看要有什麼克服 好,我們再刷一場 好嘞,一樣 老方法 哇,這個超隨 什麼洗手 什麼鳥都沒有 其實刷分牌組 很不好... 很不好發的一點 就是... 因為對方... 因為你要刷 你通常都要... 你要等這個人物出現 或者是你要集滿夠多的... 這個... 鑰匙 才能把它... 拿來一直刷 所以在測試的時候 通常都要很... 通常都要很... 都要很謹慎 一直去測試 一直去測試 對,所以不管是... 不管是誰發的刷分牌組 都一定是經過... 他思考後 和測試發出來的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這個叫什麼啊 一定要理性的去看這個刷分這件事情 好,來下一個蜻蜓 妹妹女王先下 那我那時候想說 如果用手背狀態 他用這一... 他用那一隻打過來 我也很麻煩 所以我就直接攻擊狀態了 然後我就撐魚刀直接裝上去 好,那剩下就等結束了 什麼叫等結束 等他打 然後一直綠一直綠一直綠就好了 好 好 那血量當然要自己控制啊 因為用蜻蜓的話會用攻擊表示 好,那綠子綠 好,準備收尾了 我就是說收尾的時候 我很怕他開惡魔的骰子 但是也許是系統會不會是已經判定他 就是他開了也沒辦法影響什麼 所以他就沒開 因為他後台蓋三張 應該有機會有惡魔骰子 聯合 好打爆他 好來這一場就有八千多了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要去買尖角了 我是瓦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並且分享啦 各位再見 SWEET